Hello 大家好,我是Samsung 歡迎來到Tekicardia 今天要跟大家來試兩款 相當受歡迎的真無線藍牙降噪耳機 就是這兩款Jabra Elite 7 Pro和Elite 7 Active 這兩款整體的使用體驗我都會覺得相當不錯 電量、音質、降噪、IP57的防水防塵等等 全部都很全能 而且Elite 7 Pro還有一些特別的收音技術 而這條片都會主要去評價這隻Elite 7 Pro 不過首先,新年快樂 大家可能留意到我去年都嘗試了很多砌機以外的題材影片 都很感謝大家支持我的新嘗試和方向 今年2022年我都希望繼續可以進步和有多些新嘗試 無論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還是看了很久的忠實觀眾也好 都不妨留言告訴我 你想在今年在我的頻道上看到什麼影片 還有記得Like這條片、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之後出的新影片了 好像一開始說 這條片都會主要針對講這隻Jabra Elite 7 Pro 之後都會講多一點這隻 給一些運動需求用家的Jabra Elite 7 Active 還有他們最新還出了一隻再便宜一點的Jabra Elite 4 Active 一樣有ANC和IP57 適合不同預算的玩家 我們首先講一下外觀和佩戴感 之後再深入講多些功能 Elite 7 Active和Elite 7 Pro 充電盒都是橫向的一個橢圓形 磨砂的塑膠外殼上面就有Jabra的字樣 Elite 7 Pro就有三款顏色 鈦金色、黑色和米金色 全部給人的感覺都是跟名字一樣 是專業一點的 這個充電盒是向上揭的 有一個磁力蓋 大部分時間都很輕鬆打開的 但因為它的蓋合起來 是沒有一個凹位讓你感覺到在哪裡開 還有它是一個磨砂面的塑膠 所以一來就單手一定開不了 二來就我自己來講 這陣子冬天有幾次我的手太乾了 是會開不了那個盒子 會滑走了 有點麻煩這樣 所以我都很建議加那個凹位進去 不過打開了盒子後 拿些耳機出來是沒有問題的 充電盒前面就有USB Type-C的充電插口 還有LED的指示燈 Elite 7 Pro耳機本體 主要都是黑色磨砂塑膠外殼 配銀灰按鍵 一點都不翻考 這次耳機耳冠 你很容易留意到它是特別長一些 比其他的耳機就更加容易深入耳道 你配合適合大小的直膠耳膠 其實它本身的隔音能力已經很強 而且也戴得很好 就算耳機本體這麼小 都不容易脫掉 其實日常用Pro跑兩步都不會脫掉 不過當然Elite 7 Active也有另外一些特點 令它更加適合高強度的運動需求 耳機主體以沒有病的真無線藍牙耳機來說 就真的很小 戴上耳朵後 基本上你看到兩邊都沒有特別的東西凸出來 也不會壓住耳朵的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長時間戴之下 其實都沒有疲倦的感覺 跨著這種說 其實簡直好像除了你知道耳朵被耳機塞住之外 耳殼這裡是沒有感覺到耳機的 所以都很適合男生或者女生去用 有時女生戴的耳機會整塊凸出來很噁心 然後這個部分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耳機上面的銀灰式按鍵是一個實體的按鍵 你可以聽到 是兩邊都有一個實體按鍵 現在很多耳機都是用輕觸式的控制 大部分你都用得著沒什麼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都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究竟輕觸是多輕才叫register到呢 又或者連按幾次的時候 那幾下有哪幾下真的按下去呢 用實體鍵就不會有這些麻煩的東西 一下一下這樣click 那就很肯定自己是不是按到 它預設的按鍵安排就有你看到這些 不過我都覺得沒什麼意思要逐個說 因為你這些按鍵全部都可以在 Jabra Sound Plus的APP裡面全部自訂 不過主要可以用這些按鍵控制到的功能 就包括有轉換ANC和通透模式 播放、暫停、下一手上一手、接聽剪線 Siri、Google Assistant、Alexa 還有長按你可以加減音量 都很充足的 而且它給你按一下就切換ANC或者通透模式 直接跳過兩樣都關掉off模式 又可以選用一個Voice Guidance 又或者是一個Tone Guidance 一個短音提示 這些我都覺得是一個很貼心的軟件設計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有投訴過一些耳機 只有短音提示 我都記不到究竟哪個聲音代表ANC 哪個聲音代表HEAT THROUGH 所以對我來說有Voice Guidance 會告訴我ANC 這樣就有用得多了 但可能你不需要了 就可以自己選擇了 剛剛也有提到Jabra Sound Plus APP 其實這個APP的強大度 我覺得值得再詳細說多一點 整個使用體驗的個人化 其實真的由第一次連接開始 跳過了耳機命名之後 它會有一個MyFit的器物測試 幫你檢查耳機緊密度 看看耳膠的尺寸是否正確 有助更好的降噪和聽感 如果不正確的話 它會提到你可以試試第二個尺寸的耳膠 接著也可以自訂ANC功能 第一次設定就可以選擇想要幾強的主動降噪 開得越強就越有氣壓壓著耳朵的感覺 我也有聽過有些人不喜歡 所以有得自訂就很好 不用像AirPods那樣只有一種 還要被人說越更新越廢 接著這個就是真正的個人化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聽力 年紀可以是一個因素 又或者你平時工作很吵也是一個因素 所以MySound這部分 類似醫生幫你做一個聽力測試 做一個Audiogram 會自動播放由極高頻到極低頻的聲音 你聽到就按一下 聽不到就不要按 這樣這個APP就會根據你的聽力敏感度 再加上之前掃過那六萬多隻耳朵的Data 去分析去量身訂造一個屬於你的Sound profile 入到APP的版面也有更多功能 待會再講多些 還有一個Soundscape 你可以選擇播放一些ambient sound 或者white noise 去幫助你專心工作 或者是幫助入睡 所以這個Sound Plus的APP是絕對值得安裝的 它很整潔得來也相當容易使用 連接方面它是藍牙5.2 編碼支援SBC和AAC 這些在2021、2022年都很標準 沒有什麼特別驚喜 之前也有聽過朋友說 Jabra耳機使用了覺得連接好像有點問題 來到這兩隻Elite 7 Pro和Active 我自己其實都用了差不多一個月 去到大時大節 在很多人的街道上 我都沒有試過任何斷線的問題 不過我自己試產品來說 都是偏向好手氣的 如果你有什麼不好的經歷 都不妨在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電量啦 它這麼小的耳機 竟然開著ANC 是可以做到8個小時的續航力 是真心挺厲害的 早前我住了一晚醫院 悶到死 那晚只有手機和耳機 所以那晚我真的由晚上6點 開始用耳機和手機 看到Witcher 到凌晨1、2點 它才開始提我要充電 所以官方說8個小時的電量是準確的 再加上這個充電盒 就總共有30個小時的電量 充5分鐘電 就可以有1個小時的播放時間 再加上它是用USB Type-C充電 以及可以用CHI去無線充電 這個配置 以一隻頂級的真無線降噪耳機來說 都算是非常合理合格 Elite 7 Pro和Active 都用到6mm的單元 聽起來分析力足夠 每一坨東西 空間感和定位感 以真無線耳機來說都不差 它預設為我而定的neutral preset tuning 給我感覺都是非常適合大眾主流口味 一個小小3型的EQ Curve 中高音、人聲這些是比較突出 以及比一些便宜的耳機來說 它是更加有質感 低音方面都夠力的 但就不是很突出 整體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平穩的表現 如果你想要多些Bass或多些Trabble 這些全部都可以在App裡面去自訂 又或者去選擇一些 preset 例如選擇Bass Boost 這部分我都覺得滿意 因為就算你用了Bass Boost 它都不會整件事蒙 表示這個單元也有足夠的彈性 和調教的空間 而且大家看到 這隻耳機和Active 都可以單隻地用 左右兩邊都可以自己獨立使用 接著我們講一下 Jabra Elite 7 Pro的一些重點功能 就是收音、ANC和它的通透模式 今次Jabra加入了一個特別的 Multi Sensor Voice的Pickup功能 在Elite 7 Pro裡面 兩邊就有四個實體的收音咪 在正常通話的情況下 它就會自己用得著 它們同時就會做到收音和降噪 令到你可以收到最清晰的聲傳給對方 另外還有兩個咪 就是叫做3PU Voice Pickup Sensor 當有風聲或者很吵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啟動 它就用到骨傳道的技術去感受震動和收音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真無線的耳機裡面 看到這種技術 挺有趣 而且感覺都真的有用 我會留下收音測試到最後 連同Elite 7 Active一起給大家聽聽聽 App裡面還有一個Side Tone功能 讓你可以在通話的時候 選擇聽到多少自己的聲音 有時候你說電話塞著耳朵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到多大聲 主動降噪方面 因為Elite 7 Pro本身的隔音已經做得相當好 所以有ANC功能整個加乘下 整體效果都相當不錯 還有因為有得自定ANC有多強 所以也不怕有很厲害的耳壓感覺 入到APP版面裡面 ANC和通透模式都有五個level去選擇 開了主動降噪之後 日常出街在交通工具上 基本上你開著音樂可能四五十分之 已經完全聽不到身邊的聲音 如果只是開ANC什麼都不播放的話 那些人聲始終都是有少少難cancel 這個還是絕大部分ANC耳機的通病 以及跟技術的原理有關的 有限制的 對正著風扇開到最大 那種強風之下開著ANC 都會有少少風聲 但也絕對是比較好那邊的表現 通透模式開到最強的時候 感覺好像比我自己本身的耳朵 是非常清晰 感覺除了我知道自己是戴著耳機 塞著耳朵之外 聽到的東西跟沒有戴耳機相差很少很少 我之前評測不同的耳機的時候 都有說過通透模式 又或者環境模式 都是我最看重的功能之一 甚至可以說比起主動降噪更加重視 因為你主動降噪一般的話 你可以開大聲一點的音樂 又或者一個比較好的被動隔音 都可以彌補一些 但好像這隻Elite 7 Pro 這麼好的通透模式 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到的 好像你去買東西按一下 就可以由ANC轉到Heat Thru的模式 聽到收銀員說多少錢 有沒有YUU會員 這樣 坐小巴喊落車 又或者平時遇到朋友 想說兩句 這樣 全部都不用脫手出來 脫下耳機 說完兩句又帶回 這樣 這些用Heat Thru都搞得行 但是過馬路的時候 開Heat Thru 是非常重要的 隨時可以救你一命 所以總結一下 這隻Jabra Elite 7 Pro 這幾個重點功能 我都是滿意的 再看看這隻同時推出的Jabra Elite 7 Active 這隻便宜一點 去到$1599 大部份跟Elite 7 Pro都非常相似 但都有一些特別針對運動需求的特點 例如你看到Elite 7 Active的外殼 就用到一個液態的直膠材質 它是一個Shake Grip的技術 在碰到耳朵的部分是特別Grippy 所以就算出了汗 都沒有那麼容易滑走移位 不過這種物料 始終是容易黏層一些 好像我還沒用之前 剛拿出來拍 都已經發現黏了很多很細條很細條 肉眼 不太能看到的層 不過Elite 7 Active 和Elite 7 Pro 都有一個IP57的防水防塵等級 比起其他很多高階的真無線耳機 都只有IPX4 是優勝得多 除了它們都有額外防粉塵之外 防水等級7 就代表可以在1米的水深浸30分鐘 所以一般出汗當然都不用擔心 如果你覺得髒的話 直接整隻拿去洗都沒問題 總之記得抹乾才用就可以了 Elite 7 Active都是用到6mm的單元 所以整體表現其實跟Elite 7 Pro都很接近 還有它都有6組收音咪 但沒有multi-sensor voice的收音技術 骨傳道技術那些 待會可以再聽一下Active和Pro的收音表現 特別在那些比較挑戰性的環境 比較吵的環境之下 看看哪隻覺得好些 再看看自己需要哪一款 整體來說Elite 7 Active 都叫做有八九成的功能 又便宜300元 所以我也覺得很值得考慮 現在我們就去一去兩款耳機的收音測試 Testing Testing 1 2 3 現在你在聽到的就是 Jabra Elite 7 Pro的收音測試 在一間相對靜很多的房間裡 不過附近也有些工程 聽到正常的使用環境之下 收音效果是怎樣 現在就轉到Jabra Elite 7 Active Testing Testing 1 2 3 現在就是用Jabra Elite 7 Active 在這間比較靜的房間裡 去做一個收音測試 聽聽聽收音的聲音是怎樣 Testing Testing 1 2 3 接著我們就去一個非常吵的環境 去測試一下這兩隻耳機 Testing Testing 1 2 3 現在這個就是Jabra Elite 7 Pro的收音測試 看到我現在是一個交通的中心 周圍有很多車 而且現在都很大風的 現在在山上 看到現在有個旅遊巴在上面經過 看看收到多少聲音 還有呢 Elite 7 Pro有這個 Multi-sensor的聲音 和骨傳道的技術 但是在這個這麼挑戰的環境裡面 收音效果是怎樣 Testing Testing 1 2 3 Testing Testing 1 2 3 現在這個就是Jabra Elite 7 Active的收音測試 它也有六組的收音咪 這個環境其實都很挑戰 因為有車和風聲 看到剛剛有一輛救護車經過 就可以聽聽這個Elite 7 Active的收音 收成怎樣 和剛才的Elite 7 Pro去做些比較 好了 就和大家主要這樣詳細看了Jabra Elite 7 Pro 以及介紹了Elite 7 Active 其實Jabra在ANC的無線耳機裡面 一早已經佔著一隻位 今次這兩隻高階款式 其實我都覺得算是交足貨的 特別欣賞就是它的APP的設計 做得很全面 電量亦非常強 還有防水防塵的功能都很突出 當然收音功能都可以保持 大家聽到剛才的收音測試 在那個好吵的交通環境裡面都做得算OK 而Elite 7 Pro的價錢是$1899 以及Elite 7 Active是$1599 兩隻都有五年保養 這個和其他的高階款比都很有競爭力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自己去看看試一下 如果你看到這裡 你就有機會贏到廠商送出的一對 Jabra Elite 7 Pro 快點LIKE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設定為公開 記得必須是公開的 然後留言寫 第一 我要Jabra Elite 7 Pro 以及第二 你2022年有什麼新目標 這個活動就會去到 2022年1月16號中午的12點結束 之後我會選最有創意的一個留言 做今次Giveaway的贏家 那就留意我的Social Media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又或者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都可以給個LIKE 有什麼意見又或者有什麼不滿意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還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一下小鈴 一起沖上四萬Sub 你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Instagram 和MiV專頁 有更多幕後彩蛋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